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老王和喜狼的表演赛 第三场的比赛 三宫争霸赛 那双方都是上了一个相同的阵法 都是上了一个师陀双神木化身加地府的组合 这才像个三宫争霸赛 最顶尖的三宫团队 不管是物理还是法系 对价方这个棒棒 真好吃 这就是喜狼的师陀林 之前买的雪山的郭沃勤老板的号 那观价方这边没有老王的号 虽然是老王和喜狼的表演赛 但观价方这边没有老王 老王转了一个杯二号 但现在没法上场 但毕竟鱼岛的团队是人家所在的团队 什么 那双方开场直接都是选择点杀的一波师陀 都是点杀成功 但是观价方这边没小死亡了 没小死亡 五佛自卑 直接拉起 这才像三宫联赛 这才是三宫联赛 主办方想看到的样子 而不是咱们今天做的那种样子 咱们今天做的那个样子 多多少少有点专bug的嫌疑 这种三宫联赛 这种样子才精彩 希望他官方可以慢慢的把规则 更完善吧 更完善以后让咱们看到这种更精彩的比赛 这表演赛 大家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直接干 新三叠再点杀对战方的神木林 烟在云 鱼在水 这个 它不是地府吗 当然我知道 鱼在水 它是有全套的风系装备和全套的发系装备 就一个号 有两套装备 都是有的 老板实力超强的 风系装备就是玩地府用的 地府其实用的是风系的装备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 地府用的不是辅助装备 地府用的是风系装备 尸陀直接飞 开场对面 小爽倒了一个其实挺拖节奏 尤其是 这种三攻对决 缺了一个尸陀很难受 七个法宝 神木林秒一秒 哎呦 鱼倒这一波 血量有点残 前排宝宝有点太少了 这是有危险的 对张峰除了那个尸陀岭是雪山的 剩下四个号 四个号全是真宝阁的 关张峰这边 也就是福峰 这是奇云楼的神木林 其他都是 这是奇云楼的神木林 还是紫禁城的神木林啊 因为我知道福峰老板在紫禁城 也是有一个号的 也是有一个号的 这是紫禁城的还是 奇云楼的呀 反正就是福峰老板的神木啊 剩下四个都是鱼倒的 这两个团队三公有意思啊 对面继续守着关家皇尸陀岭的尸体啊 再拉起尸陀 直接飞啊 不墨迹身上有提气 但是已经死了 一滴血 看一下倒在关家皇宝宝的跟前了 应该是啊 要不然就是神木林的跟前 宝宝 神木林啊 倒在了神木林的跟前 关家皇尸陀也可以拉起来直接飞啊 不墨迹直接干 痛痛快快的 小死亡没挂中 拉起尸陀 又提气 直接干 连环机来了 但是小嫂没挂中 其实关家皇这个连环机还挺亏的啊 第一个是亏掉自己两回合的变身回合数啊 连环机虽然现在点了金麦以后 变身不消失啊 但是会多消耗两回合的变身回合数 其次你也得休息 再加上你这小嫂没挂中啊 这尸陀连环机确实亏了一些啊 确实亏了一些 继续守着关家皇尸陀领的尸体啊 嗯 下回合对战皇拉起尸陀也可以接着飞了 反正就是干嘛 正好关家皇这边 现在罗汉结束了 效力藏刀给一给 继续控罗汉 一层的封铃 一层的封铃啊 没什么威慑力 尸陀接着飞 这种顶尖团队打三宫可太有看点啊 这次本身也是想让一些豪门啊 这次的三宫之霸赛本身也是想让一些豪门去参加的啊 但是无奈都不参加啊 就明秀和深人这么一个联合团队参加了 最后拿了个亚军啊 豪门里边就就明秀和深人啊 组成一个联合团队来参加了 豪门就唯一的两个服务器来参加 最后没拿冠军 差一点点啊 哎呦 现在关家风化身色倒地 石头林倒地 神木林倒地 还有点难 地府小死亡反点对战方神木 非得把这个神木弄死不行 拉起石头直接飞 还是连环机 但是关家风石头再次倒地 关家风仅剩下最后一个神木林 这一波遇到 感觉 疯了 啊 有点要崩盘的意思 一把金钦金了个寂寞啊 谁也救不了 再拉起神木 散爆 赶紧换一个隐身 继续拉起化身色 对面直接开无间 这是要把关家风化身色 直接干死 但是关家风这边直接换薰米 跟对面硬标一波 来啊 不能怂 打三弓就是干啊 不能怂 一旦怂就赢不了了 有提气的时候 直接起飞 谁谁说还不一定啊 都是这种暴力输出 谁也别怕谁啊 干就完了 三层的风铃 三层的风铃 是有一个不错的 风卷残云的机会 风卷残云 走你 两个宝宝飞掉 再来一把 再飞一个宝宝 对两方血量也都残了 这个时候谁都不能怂啊 双方谁也不能怂 站起来就得干正事啊 就得冲上去 华生寺 没有选择 对面华生寺 没有选择 加血 而是选择出的一个宝宝 感觉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因为对战方 仅剩下一个宝宝 这不出宝宝肯定不行啊 虽然 华生寺 这口血也很关键啊 但现在一个宝宝 可能来的更实在一点吧 这一波飞机下去 观战方又是四人倒地 能不能带走两个宝宝 走你 没带走 神又一滴血倒在 观战方这边 玉女的前边 来 再走 对面 也生下一个化身色 小打小闹 跟念慈悲 杜正说单挑啊 来单挑啊 谁也别叫人啊 有种单挑 黄杨树 叫人 叫人 但是对面选择拉起了一个 处在休息状态的 狮图领 呃 这个 补宝宝 啊 连环杰直接看化身色了 这个化身色身上是有 无限个大死亡的 啊 二十回合的大死亡 倒地 别想站起来了 啊 彻底的休息了 这场比赛 打的是极 极其的刺激啊 简直就是太刺激了 两个最顶尖的服务器 打的三宫对决啊 这其实啊 才是这次比赛最标准的一个范式 啊 这才是官方举办啊 这种三宫联赛的目的 就是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 这种比赛啊 更多的这种比赛 而不是看到一些 点着 利麦的地府 玩风地府 啊 点着宙斯普多 经脉的普多山 去玩一个辅助普多山 而不是钻一些规则的霸 啊 官方要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啊 其实观众喜欢的也是这个东西 哎 但无奈啊 这比赛做了一半变弯了 变弯了 没办法 大家都聪明 啊 大家都聪明 所以这比赛最终还是变了弯了 希望下次吧 下次把规则改一改 让咱们兄弟们啊 观众们可以看到更多 更精彩的比赛 拜拜 拜拜